现在我们讲向量组的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 这是我们线性代数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它实际上跟我们的后面的线性空间定义密切相关 那首先我们给出它的定义 什么是我们说是向量组或者是或者是我们说一个set 如果我们把这个set我们记作u 它是等于这样的一些向量 v1,v2,vj 我们说如果这个equation 我们记作k1v1加上k2v2加到kjvj等于0 我们记作k1v1加上k2v2加到kjvj等于0 一次的线性方程组 是向量的方程 我们可以认为是向量的方程 但是这个向量的方程跟我们线性方程组是等价的 如果这样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它只有5它只有0解 也就是说k1等于k2等于等于kj全部等于0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说这个v1到vj这个向量组是linearly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就是信息无关的 如果它有non-travel solution 如果它有non-travel solution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不等于0 那我们就说这个v1到vj 这个叫linearly dependent 这是我们的dependent和independent的定义 实际上就是一个线性方程组 它有没有解 那根据我们之前讲这个linear combination的时候 我们讲过的这个 讲过这个 线性组合和我们的 我们知道一个向量是不是另外一组 向量的线性组合的时候 我们是用线性方程组 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以前的这个例题 或者说以前的讨论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如果我们说a我们可以写成这是什么呢 这是v1 v2 也就是说 a这个矩阵是个这个向量组 是这个向量组所组成的矩阵 矩阵每个向量是它的 是a的一个列向量 我们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向量组和一个矩阵的列向量组更加起来 那么我们考虑这样的 FunctionAX等于0 考虑这样的一个其次的线性方程组 那么如果这样的线性方程组 如果它有它只有 只有true solution 那我们就说这个v1到vj 这是linear的independent 这是linear的independent 第二个是如果说它有non-trival solution 那我们就说v1到vj是linear的dependent 那我们如果只需要判断它是dependent还是independent 我们就只要解这个线性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线性方程组是有平凡解 还是有非平凡解 我们就知道了 只有平凡解或者是有非平凡解 那如果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说我们要把k1到kj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就解这样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那我们来看这样的立体 我们说v1它是等于015v2等于128v3等于4-v0 好吧 我们 determine v1 v1 V6 v1 LinearDependent orIndependent if they are dependent and the relation 也就是说找出k1到k3 那我们说要找他们是不是LinearDependent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矩阵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给他做出的变换 那么我们第一列的第一个数字是零 所以我们先把交换一下 把第二行和第一行交换一下 然后再去做出的变换 然后再去把它做Rule Reduction 当然交换也是做出的变换 我们把第一行乘上负5加到第三行去 乘上负5那这是零 负5那么2乘上负5就负10 负10这里就是负2 那么这乘上负5 那么就变成5 然后再把第2行乘上2加到第三行去 那么乘上2加上来 这是零了 二次对8这是13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矩阵的质是等于3 所以 它这三个变量 三个variables 那么它的它的rank又是3 所以是 has only triple solution 所以它是 V1, V2 V3是 Linearly 我们说 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好,这是第一个理题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理题 我们找一个 嗯 我们找一个 的 是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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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也找出它们的关系 好,那我们的Solution 哦,我们的这个V1 V2 V2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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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V4 V3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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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先把这个矩阵对应的矩阵写出来 1-1-4-3-5-7 然后找它的解 它只有Triversolution 1-3-1 那么我们直接把第一行加到第二行来 0-2-4-2-4 然后乘上-4加到第三行 3-4-12 12 那这是-5 然后这个-1乘上-4 那么就是H加上4 我们再把第二行 除以-2 0-5-H加上4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5加到第三行去 1-1-2-1-1 乘上5加到第三行去就是H-6 那我们只有H等于6的时候 Ra等于2 所以Ax等于 Has Nontriversolution Ax等于 它是Nontriversolution 所以这个V1V2V3 R LinearDependent 好,那我们当H等于6的时候 那么A就 它可以通过Role Reduction 变成1,3,负1,0,1,负2,0,0,0 我们再对它做出零变换 第二行乘上负3加到第一行去 乘上负3加上去 这是5,是0,1,负2,0,0,0 那么它的解 它的解X可以写成这是 负5,2,1 也就是说我们 k1等于负5,k3和k2等于2,k3等于1 k3就等于k1吧 k3就等于k3 然后k2等于k3 我们只需要找出它们的equation 找出它们之间的relation 我们来着k3 只要让k3等于1 那么k2就等于k2就等于2 k1就等于负5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负5 v1加上2 v2再加上v3 它就等于0了 我们看一下负5 v1加上2v2 加上v3 那么k如果是等于 h是等于6的话 这是负5加上6 负5加上6再减1 就等于0吧 我们可以看 对第一个元素是这样 我们可以带进去 可以验算一下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求解出来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那根据 这是我们的前面的立体 我们判断它是线性相关 还是线性无关 那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是不需要求解 我们就知道 这个它是线性相关 还是线性无关 这是第几个 这是第二个 我们只需要求一个线性方程组 那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这应该算是第一个 第一个定理 第一个定理 第二个定理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向量组 它的个数比它的为数还多的话 就是它的向量组 它的向量组比它们的这个为数还多的话 那么 它们是线性相关的 把这个记得第一个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矩针的这个质 或者那我们知道矩针的质 它一定是小于小于它向量的个数的 就像你向量的个数 相当于是你有位置圆的个数 那这个它的proof很简单 因为ra entries 你就是有多少行吗 相当于你的有多少行 它的行数小于它的列数 这个相当于行 这个entries相对于你这个矩针的行 那么你有多少个vectors 相当于是它你有多少个variables 所以它一定有 non-trival solution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 一个向量组 它有零项量 我们说contents 有零项量 那么它一定是linearly dependent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令零项量前面的系数 我们 我们知道k1v1加上k2v2 加到k 我们把零 也就是说这是kjvj 我们再加上kj加1 这是一个0向量 等于0 那我们至少我们k 我们令kj加1等于1 而k1 等于k2 等于kj等于0 就ok了 它是一个non-trival solution 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很特别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一个 如果说一个向量组 仅仅是有两个向量 仅仅只有两个向量 那么我们说 我们说是v1和v2 那么第一种情况是v1如果是等于kv2 那么这是linearly dependent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v1 我们是我们怎么说呢 它们乘比例吧 乘比例是乘比例的话是linearly dependent 它不等于kv2 for any constant k 那么这个就是linearly dependent linearly independent 这个是叫independent 如果只有两个向量的话 我们去看看它们是不是乘比例 就可以了 如果是向量的为数 比它的比向量的为数少于它的向量的个数 那是linearly dependent 有0向量是linearly dependent 向量的为数小于向量的个数 它也是linearly dependent 两个向量 我们去看它们是不是乘比例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不再去举例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例题就行 我们最后还有这个一个相关的定理 如果一个向量组是线性相关的话 我们说vg 那么至少有一个向量可以用是其他的向量组 要用其他的向量线性表示 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 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 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向量的 那么至少有一个向量 它是其他的向量的线性表示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 linearly dependent和independent 它们的一些内容 那么多的一步 就像这个相关有了一个向量的